今日,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局长德威·克里塔就有关今年返向过节期间,可能发生极端天气,呼吁返向的民众要提高警惕。 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局长德威·克里塔于今日表示,由于目前印尼正处于从雨季到寒季的过渡期期间,今年开灾节返向的天气预报可分为三个阶段。 第一阶段为开灾节的前一周,4月3号至9号,可能会有小到中雨。 第二阶段为开灾节期间,4月10号到16号,预计天气晴朗或多云,而第三阶段为开灾节获得一周,4月17号到23号,预计印尼的北区和中区可能会有小雨。 德威·克里塔呼吁所有返向的民众,提供返向服务的相关人士和运营商对可能发生的极端天气,务必提高警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